最初就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你知道嗎 那個專案小組的召集人 去找工具 政府叫我們不要迷信對不對 政府本身去找工具 說你去台府問那個總政方 誰跟你害死 這樣有準嗎 最初就準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看到說 那有這麼多人來在地藏王菩薩這裡 在在聽見 那個時候地藏王菩薩就會講 說這些是誰 在用水感求度 人情在求度 所以那個都非常久的事情 現在喔 不知道哪一種東西去想到 把它拿出來講 讓我們也知道說 我們在環境 這個驚神啊 人情在想喔 竟然會第一不對 我們的祖先 雖然都還沒有招把 可是他們今天喔 可以啊 離開那個第一的受苦 可以出來 聽講一首 這個是題外話 然後呢 這個思維啊 這個習 習長 我們追五十二章耶 熟母章 這個母主章啊 就是我們的誠習啊 這個 和我們喔 以往喔 以往喔 一同开天 日平地以來喔 一直到現在喔 感谢观看